好第六个部分就是我们一个信道切换业务不中断 这个地方也是默论情况下已经是开启了 就是切换信道的时候 我们默论情况下已经开启用户业务不中断 始终保持这个业务的转发 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支持我们的一个直接转发的一个模式 适道转发基本上容易出现业务中断的情况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AP跟中断同时切换一个信道 这是我们一个信道切换业务不中断 这个模式你也可以也是可选配置的 你可以勾选也可以不选 因为默论情况下已经是开启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 我们的两句评断下配置我们就是也是一样的 都是默论情况下就是disable的 你需要undo一下开启这个功能 默论情况下也是开启的 如果你就是信道切换的时候 你想停止我们的中断接路的流量传输 那你也可以配置给它改成停止传输的模式 这个都是可以配置的 默论情况下就不用进行配置了 因为没有必要是吧 因为我们的还是保障我们的一个用户 可以进行一个流量的转发 是一个前提 第七个部分